我們看看在今天 很多人都還在問著 昨天的投票的情形 大家見面打招呼 然後就很好奇的說 你昨天有去投票嗎 然後就在問說 那你昨天排多久 這大概就是大家昨天 這個很痛苦的一個經驗 共同的記憶 好 我們就來看看 那麼大家有知道 這個四點鐘按理來講 應該就是什麼 全部票就不能再投啦 然後要瘋鬼開始計票 可是沒有想到 居然有的地方 而且應該說很多的地方 很多人都還沒有投完 所以大家還在那裡排著隊 苦苦的等候 也因此就變成說 大家在看電視轉播 看網路上的轉播 已經開票了 已經在開始統計票數了 可是卻有人是一邊滑著手機 一邊等著排隊要進去投票 然後就知道最新的開票結果 但是我們的中選會主委陳英潔 他卻告訴你說 哪有一邊在開票 一邊在投票 我們來聽聽看 我呈現一下 我們並沒有一邊投票一邊開票 因為一定是這個投票所投完 依照法律規定 他才可以改為開票所 絕對沒有說這個投票所 有人在投票 另外一邊就在開票 這個是不是在玩文字遊戲 觀眾朋友有聽出 剛才這個陳英潔主委 他講的那個意思嗎 他的意思是說 好 今天你去這個地方 去投票對不對 一定是投完了以後 他就變成是開票所了 所以就不會有所謂的 一邊在投票 一邊在開票 他是一直在講的是同一個 可是我們現在講的是 不同的投票所 對不對 子哲 我們聽得懂對不對 他講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兩個不同的學校好了 舉例來講 這邊的還在投票 我們在講另外那一邊 已經是在開票了 所以這個陳英潔主委 他是什麼 他是故意裝 聽不懂嗎 對 他在裝傻嗎 他是中選會的主委 他還是法學專長 好像是律師 還是法學博士 德國法學博士 德國法學博士 竟然跟我們講這種 幼稚園的語言 那就很像是辯護律師的 對啊 這在故意的 就是說當然現在會出問題的 不在於同一個開票所 現在會出問題是在不同的開票所 一個A開票所已經投完票了 他開票了 可是如果B還在投票 A開票所就有可能怎麼樣 透過可能大家拿手機 甚至有人電話告訴你說 誰的什麼現在支持度比較高 就會影響到投票意願 所以這裡才會 為什麼現在丁守中出來氣魄魄的 要提出司法的訴訟的 最主要原因 結果陳英全竟然跟我們這種回答 我跟你講 他下台下定了 我昨天就說 如果昨天的投票結果 台灣目前最大的黨 叫做討厭民進黨 台灣現在最大的會 叫做討厭中選會 討厭死了 真是爛斃了 昨天我的投票經驗是一個半鐘頭 一個半鐘頭 我本來想說很可憐 結果一問之下 有兩個鐘頭的 有三個鐘頭的 有三個多鐘頭的 真是氣死人 投票是一個民主國家公民的 正當的權力 結果我們今天竟然要為了 這個中選會的行政瑕疵 他的規劃的不恰當 演練不夠 甚至是投票 圈選票的地方不足 等等這種行政瑕疵 來影響到民主政治投票的權力 甚至是結果 我覺得這是對民主政治 極大的諷刺 結果現在中選會出的問題 這是什麼 一推二百五 通通都推出去了 好像不干自己的事 可是問題是 你是一個獨立機關 你是負責選務的最高機關 應該尤其這一次 又加上公投的票 所以當然整個動線 整個投票時間 本來就會拉長一點 這是大家可以想到的 可是你事先 為什麼你沒有演練 或者說你為什麼沒有增加能力 你為什麼沒有增加投票所 投票處等等 這都是問題 所以說我覺得 昨天這樣的投票的亂象 我只能說不可思議 陳英潔罪該萬死 他因為這個已經 不只是影響到權力 甚至影響到我剛剛講的 這個選舉結果 因為選舉結果 他可能無法回復 你包含丁守中 尤其現在首當其衝的 你不可回復的狀況下 請問就算未來真的 不是 兩年 三年後 懷孕的公道了 請問丁守中 他能當市長嗎 也當不了了 所以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提到陳英潔 不要忘記 假設你只有這個問題 我們還會說你可能是笨 是傻 是蠢 可是問題中選會 不是只有這個問題 大家還記得嗎 之前乙和養綠公投案要補件 他竟然怎麼樣 不讓乙和養綠的連署再補 結果還被行政法院判說怎麼樣 這是違法的 然後剛才玉森委員講了 另外一個公投案 應該公告的時間要有 我記得是28天 對 他竟然也不滿28天 讓行政院去補了 好像是同治婚姻 那個公投案的意見 這個都是違法 我是說本來我覺得中選會 好像不斷的在助攻 他好像在為了某個政治勢力 或政治團體在助攻 甚至為了這一次的選舉 在扮演一定的角色 可是問題你是獨立機關 你怎麼可以這樣搞 這樣做 所以我的結論是 所見影響到這麼多人的權力 那個投票 那個不是只有 比如說你一個拉麵店 剛開幕 大家去排隊 大家還心甘情願 我們在行使公民權利 然後又是幾乎全台灣都受到影響 所以我才告訴你 真的現在全國最大的會成立了 就是討厭中選會 陳英潔請下台 是 就是因為大家都排到死 所以現在對於中選會 嚴重的失職 讓民怨更加重 但是對於中選會 出了這麼大的一個包 主委陳英潔其實他有說了 他是政治責任 他一肩扛起 甚至還說什麼在凌晨的時候 已經口頭請辭了 那麼另外一方面 那麼他其實大家知道嗎 他是一直到今天的凌晨3點50分 都已經是快要4點鐘 他才出來耶 因為在這個時間之前 他根本完全神隱 完全記者要找他 都找不到人 我們來看看 昨天這個投票 是亂成什麼樣子 堪稱史上最複雜九合一大選 選舉加公投 有人最多要領15張票 加上排隊動線設計 讓投票時間都超過下午4點 法定截止時間 從北到南不少投開票所 還是像這樣 人潮滿滿滿 往年投票都是這樣 4點之前不會人很多 今年是怎麼搞的亂七八糟 公投綁大選 怎麼對 人家跟我講10幾張的公投票 10張怎麼投啊 真的是Keep Put Put 排到沒耐性 有人一等3小時 還有人排著排著4點一到 被選務人員拒絕投票 對不起 4點一到就不准進來 4點以前就排 可是你覺得在做 連動線設計都不清楚 動線亂亂亂 讓無法投票的民眾 火氣好大 你這裡有兩個投開票所 你動線都不清楚 你在講什麼 有人用生命載投票 一路排到快車道上 不只北台灣 南台灣投票狀況一樣多 我們現場提出抗議 我們要求選委會說明 從白天排到天黑 甚至出現民眾拿手機 看開票等投票 還有投開票所 一邊在投票 一邊在開票的怪異現象 在高雄鳳山 最晚有民眾投到8點35分 深深一票才剛投下 10分鐘後 陳其邁就登台 宣布落選 台北一樣天都黑了 還在投 今天已經來了第六次 早上過來看很多人 然後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還是一樣更多 第三次更多 現在已經是7點12分了 所以三個多小時 排三小時算小蛋糕一塊 有人等更久 台北石林地區 投到晚上7點46分 比照電視開票特別報導 台北票數已經開出了 百萬張選票 史上最長投開票時間 也是史上最混亂的一次 記者陳全白受搶 台無動 真的很誇張 你看都已經看陳其邁 都宣布他是落選了 然後還有高雄人還在投票 然後大家剛剛在講 就是說凌晨到了3點鐘左右 這個時候才把這個票 所有的票通通都開完 後來還隔了一會兒 這個陳殷錢他才出來 昨天真的有很多的記者 很急 當然也很氣 很想要找這個主委 你可不可以趕快有一些問題 我們要問你能夠交代清楚 但是想辦法找 拚命的找就是找不到他人 好 那麼我們就看看 他是接近到凌晨大概3點50分 快4點鐘的時候 這個主委他才出來 他到底在哪裡 他身影原來是躲在 中選會的VIP室 我現在才知道說 原來那個地方還有一個貴賓室 這個平常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 可是主委就坐在那邊 然後他躲在裡面 那個門大家知道嗎 他還上鎖 然後記者還去踹那個門 想辦法去開 就是打不開 然後就氣到說是不是應該要這個 想辦法要把這個門把它敲開 也敲不開來 好 然後找不到人怎麼辦 那當然是發簡訊 發簡訊也是已讀不回 所以很多的問題他不釐清 然後事後就只告訴大家抱歉 然後什麼謝謝選務人員的辛勞 而他還強調一個重點 他說其實事先都有請大家 要在家裡面去了解那個 公投內容 要加快速度 所以這個意思是說 選民你們自己排 是你們自己的錯 誰叫你不趕快在投票之前 先把那些公投案搞清楚 再來排隊 再來投票 這就是我們的中選會主委 陳英潔他的所作所為 好 我們就帶你來還原一下 昨天大家急著要找 這個大主委的時候 他人到底是哪裡去了 安耐不住情緒 媒體記者用力拍打中選會 貴賓室大門 覺得射發言人是射假的喔 當時是凌晨3點45分 前一天選務一團亂 但中選會高層依舊神秘 直到凌晨4點 諸位陳英潔才終於出面 要首先跟全國的民眾說一聲抱歉 因為今年9和1事項通口 導致這個投票的速度延緩 不檢討流程 先檢討民眾 讓不少人聽了更火大 開票日晚間11點多 還有士林投開票所 才開票沒多久 漩渦人員下不了班 累班 反觀中選會官員全數審議 時間在往前推 下午3點58分 快到表定封票時間 到處都在排隊 媒體詢問中選會 這樣要怎麼開票 中選會選擇已讀不回 同樣的到了5點多 媒體再度詢問 還有多少投票所在排隊 預計何時會投完 中選會依舊已讀不回 這個選務工作 真的一團亂 非常的亂 中選會事情規劃不當 事後應變無方 陳主委必須下台負責 儘管陳寅前強調會一堅承擔 但史上罪亂選舉 也讓不少政界名人炮轟 還有連勝文也在臉書痛批 選民投個票都被搞得頭昏腦障 很多長輩更在太陽下罰站 主張陳寅前要立刻下台 謝謝陳正茅王朗瑜台報道 好 這個中選會主委陳寅前 他的省影這麼多的時間 好幾個小時都沒有辦法聯絡上他 很多的疑慮他也沒有出來 跟大家好好地做解釋 這當然也因此造成很多的媒體 實在是不知道 無所適從 而剛才我們也看到了 這個競平跟淑慧 兩位應該先恭喜你們 今天來到我們的棚內 因為這個都當上議員的淑慧 這是頻道的議員 我是新科 他是連任 對 新科 然後你是連任成功 是不是好像來上我們節目的 都會勝選 恭喜 來 競平 你看陳寅前出了這麼大的一個包 而且他還省影這麼多的時間 好幾個小時都沒有辦法聯絡到他 這真的是嚴重的失職 當主委當到像陳寅前這樣 我還第一次看到 以前我們採訪內政部跟中選會 以前跑內政部的記者 多半要 因為統一棟中央辦公大樓 也會負責跑中選會的新聞 而中選會主委當到像他這樣子 躲在貴賓休息室裡面 不出門 我們就在拆 其實是不是在裡面打瞌睡 在裡面直接睡覺 所以記者怎麼叫也叫不行 或者是裝睡的人永遠也叫不行 就是這個畫面 所以你可以看他怒拍那個門 一直敲一直敲 我就是不出去 不開門就是不開門 怎麼樣 你拿我沒轍吧 但是你面對著 在全國民眾所有的媒體 在直播轉播了這樣子一個 一邊開票 一邊投票 而且投票大排長龍 史上第一次的這樣一個公投之亂 昨天其實我們在排隊的時候 很多人就傳出了 各種的KUSO的圖 去諷刺 揶揄蔡英文政府 中選會在這一次的地方型的 全國地方大選 能夠在蔡英文政府的選舉前下 等於期中考前 投下了這樣一個 讓民眾非常反感的震撼蛋 也算是功勞一見 所以他可以說 算是蔡英文政府的豬隊友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民眾激起了不少的民怨 而且當時 大家都在找中選會主委的時候 也在找這些中選會的官員 找不到人 神引起來 但是你去所有的投開票的時候 門外去看看 我們講為什麼叫公投之亂 之前昨天就有人在網路上 傳很多的酷手圖 開玩笑講說 台灣人過去排隊不是新鮮事 不管是買什麼東西 買iPhone 排隊指數對不對 他的指數 幾星級 三星級對不對 然後中華電視499之亂 四星級 那是四顆星 對 四顆星 五星級的 五顆星的是什麼 就是公投之亂 排到了這樣子 全部都擠在那邊 然後大家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可以輪到自己投票 而且有些投開票所 他的這個圈票數 一個 兩個 三個 這個數量至少 造成了根本沒有辦法 消化大量的公投的選民 要去投公投票 還不太懂的這個選民 中選會的規定有一大堆 然後你又僵化 不持續思考跟變通 早上就發生這種狀況 你早上你還不懂得應變 你也不趕快宣布說 到底投票時間 截止是下午4點 還是可以延後一個小時 因地制宜 隨時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或是因為什麼樣的狀況 你發生了這樣突發情形 你就趕快跟全國 透過全國電子媒體 還有平面媒體 網路媒體 所有做一個開記者會直播 然後告訴大家 也讓所有從事選務工作人員 有所依循 結果弄成這個樣子 到了下午還邊開票 邊投票 甚至還可以開票 開到晚上 甚至半夜凌晨 台北市長選舉開票 不是就這樣 所以陳英前 他這次很多人 包括立法委員 立法院都在罵他 說簡直像個西場一樣 東場就是促轉會 黨產會 促轉會那些幾個單位 為什麼講他西場 因為他一下子 把這個中選會的獨立機關 給作小了 之前在不管是愛家公投 有關於這方面的一些都意見書 他竟然把這個中選會的獨立機關 這樣一個地位 自己把它給放棄掉 讓行政院去修改 他裡面公投的這樣一個意見書 弄得對方不爽 然後跑去法院提告 行政法院做最後一個採除的時候 中選會沒辦法 簡直是出發界照鏡的 裡外不是人 被行政法院直接做一個採罰 你違反了這樣一個 當時做出這樣一個解釋 你一定要依法來處理 否則中選會就是違法 結果沒想到投票前兩三天 他趕快在全國各大報 平面媒子媒 開始登廣告 做一個公告 敷衍了事這樣 你以為公告就算了 結果當時就埋下了公投 很多的狀況 平衡的問題出包 因為之前行政院 就已經滿恨的 把他的所有的中選會 該做的事情 他就直接越舉帶跑 我決定就算 中選會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雖然是行政院長任命 讓這個立法院來通過 但是行政院幾乎 等於是整個去干涉他 把他所生進的中選會之後 中選會自甘墮落 把自己地位做小的不說 然後配合行政院 然後你就去登個廣告 公告了事 結果沒想到這次出包了 你可以看到陳英潔 不下台 昨天大家都在開玩笑 他應該成為公投17案 你站不站成中選會主委 陳英潔應該下台 是或否 我們在排隊的時候 我都想說 要不要投這個17案